恭喜!再也不用看面瘫港姐,陈凯琳离开TVB了,进军内地网剧。 随著TVB大改革,花旦小声变更,2018年的电视剧出现大变化。 首先是题材丰富了,主角通通换血,不定心甜蕊妮落派一人参与度低,相反新人港姐,主持人备受瞩目。 近几年,一直被TVB力捧的蔡思辈,陈凯琳也开始没落。 尤其是霸平语王陈凯琳,今年开始,只有两部剧,而且都是小制作和年头播出。 盛传,陈凯琳会与TVB解约,主攻内地市场,即因男友郑佳颖引路。 郑佳颖自从离开TVB以后,在内地混得风生水起,从一集片宠物W3集跳变30W。 而女友陈凯琳在TVB不但被说面摊没演技,而且工资低。 难怪陈凯琳一心想北上创世界,扩宽市场。 日前她就与郭献妮,梁列维参与了内地网剧《我的法则》,办公室片在成都的开机发布会,预示正式进军内地市场。 TVB已经看出陈凯琳的想法,一打算不再碰她,正准备消极放逐,看来TVB真爱粉不用再看到陈凯琳演戏了。